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玻尿酸就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注射填充材料 龙鼻 龙下巴 苹果肌等都少不了它 那么大家知道打玻尿酸后效果能维持多久吗 尤其是经常打的人10年后容貌有啥变化 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 是人体真皮组织成分之一 透明质分子具有自身500倍的血水保湿能力 不仅可以帮助皮肤锁水保湿 还能除皱 塑形 让脸部看起来饱满 有弹性 但是玻尿酸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最多维持三个月就变回原型了 所以为了维持美貌 打过玻尿酸的人要反复需医院注射 耗费钱不说 同一个地方被多次注射了 就难免会出现组织硬化 会让你的脸慢慢的变成橡胶脸 老了以后也很容易造成凹陷和下垂 另外由于玻尿酸注射进皮肤后 并不能像脂肪一样具有高流动性 所以在做出表情时 五官在动 而玻尿酸部分纹丝不动 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 一个字就是假 然后脸就垮了 当然想让自己变得好看 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要注意湿度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变美的路上 一定要擦亮眼睛 挑选合规的正规机构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